地龙呢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就是蚯蚓 蚯蚓 把它这个干燥的虫体 直接入药 那么我们这个书上呢 有两个品种 一个呢 是这个 残缓毛蚓 那么一个是这个 搞蚯蚓 那么前面的这一个品种呢 有一个铁针 在它的颈部 有一个白的 这个环状的一个袋 白的 所以又叫白井蚯蚓 那么这种蚯蚓呢 过头比较大 主要产在这个远海地区 所以又叫做广蚯蚓 广东啊 广西这些产的都比较多 包括福建 那么因为它过体比较大 把它破开了以后 去掉它的内部的 内腔里面的一些 比如说泥沙呀 或者这些东西 那么药材就比较纯净 那么后面的一个品种呢 本身它就比较细小 如果破开了以后 晒干了呢 就薄薄的一层皮 那么一般就 就不破开 连它的腔内的一些东西 都保留在一起 作为药材使用 所以这个药材的质量 就比较差一点 所以一般医生都喜欢用这个白井蚯蚓 或者广地龙 广地龙 就是前面的一个品种 这是主流的品种 比较多用的 这个地龙呢 也是一个西风止净的药 西风止净的药 但是西风止净的作用不强 但是地龙呢 有很好的轻热作用 这个轻热作用呢 一个是心肝的热 更主要的是 在这一类药当中 地龙能够明显的退状热 对于发烧的患者 它能够明显的降低体温 这个轻热里面包括了退状热 所以对于这个轻热生风 比如说温热病 或者小儿精风 往往是有状热的 所以地龙可以用 地龙可以用 但是呢 又不常用 对于这个轻热生风 不如前面的药物那么重要 关键是它的西风止净的作用 是比较弱的 比较弱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这是供同学们参考 那么这个地龙 它的退状热 或者说西风止净 新鲜的 鲜品 作用更加明显一点 干了了以后 这个药材 再把它作为汤剂 再来使用呢 作用尤其不明显 那么这个新鲜的地龙 作为汤剂服用 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呢 是难于接受的 有个心理障碍 因为总认为这个地龙呢 是生长在这些 比较阴暗潮湿 比较脏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好像把它要服用 这心理是很难接受 这个在二十多年前 因为当时欧洲 就养一种地龙 当然它不是这个 作中药这个品种 那么作为食品添加剂 比如在欧洲的一些食品里面 一些面包里面 饮料里面 有 当时就有人 引入了我们中国 当时很多地方 就养这个地龙 陈锋 地龙陈锋 最后添加到圣墨里面 去圣墨东西就没人吃 比如说用地龙呢 做的食品 比如说加在饼干里面 饼干这个就没人买 那么加在饮料里面 饮料没有人喝 加到面包里面 面包没人吃 所以我在当地 当时去看过一些 这个营养这个地龙的 繁殖的很快 后来就喂鸡 多了的时候鸡都不吃了 所以慢慢的 这一股风就冷却下来 就是因为这个 又有一个心理障碍 其实那种地龙呢 含有很优质的蛋白 作为食品添加剂呢 确实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 但是就是因为 这个一个心理的障碍 影响了它的发展 那么作为这个中药 要作为亲热吸风的药 同样有这个道理 那如果 就是我们同学有的 可能发热的时候 出现了好像 类似于有金风 可能自己是不是愿意吃 这个可能打一个问号 所以实际上呢 它作为一个吸风 亲热吸风止净的药 用的并不多 这个与需要使用宣品 有一定的关系 但这个供参考 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因素 最主要的因素 还是本身吸风止净的作用 力量不是很明显 不是很强 所以用的不多 如果它是很好 在吸风止净药当中 它比任何的一个药 止净作用都好 我看出现了这个病症 谁都愿意吃 关键还在疗效 那么现在的这个肝品的这个壁龙药材 用的比较多的 最多的是通螺 通螺 或者叫苏金火螺 苏金通金火螺 这个我们在驱风止药当中 讲过 讲过 那么这通金呢 那么它是这个舒缓的金末 或者这个 使这个关节拘卵 虚存不利 这样的一些症状得到缓解 活螺 活螺 那么俗通的是 磨螺 或者金螺 那么改善的是麻木偏瘫 口眼歪血 这一些局部食痒的一些症状 地龙呢 都常用 比如说这个治疗这个关节拘卵 虚存不利 这些驱风时的方当中 比如说小活螺丹 和驱风时止痛的药 配舞在一起 那么如果中风以后的 这个麻木偏瘫 补羊环舞汤 和一些补气养血的 活血花瘀的配舞在一起 这么黄旗红花穿胸 这些药物组成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是他用的最多的 那么这个风中金螺的 口眼歪血也可以使用 所以这是目前最主要的 平喘 那么可以用于肺热的哮喘 这个呢有时候使用 而且还有相当的效果 也用的比较多 另外作为一个利尿消肿的药 可以用于食热水肿 食热水肿 这个应用也不普遍 作用一般 所以这个地龙呢 有五大功效 用的最多的是 这个通螺和频喘 所以这个药呢 我们就不作为一个 很重要的药物来介绍 大家作为一般的了解 那么另外在 它作为这个频喘呢 它就是能够缓解 食器管平滑剂的禁卵 所以真正的哮喘 它也是能治的 补充说明这一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